密之那不得不说一下的故事 我在旅馆大厅休息时,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 一个男士坐在宾馆大厅的座椅上嚎啕大哭 旁边坐了几个女的在安慰他,然后他仍大哭不止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心想但凡男人不到走投无路时 都不会如此失态,于是我向那几个女子打听 他们告诉我,此男是我们广东佛山的朋友 他跟他老婆辛苦了一年,夫妻决定出国玩一下 年前他们把一岁的孩子交给父母照管 夫妻俩便跑到缅甸密之那来了,放飞自我 他们先在密之那玩了几天,那些女的就是他们夫妻吃饭餐馆的 后来夫妻跟了一个什么朋友去了帕赶,还住了一晚 第二天出来逛街,然后被举报,被老缅军政府请去喝茶了 夫妻被关在监房里,已经两晚,护照证件被没收 我问,为什么原因抓他,他也不说 老缅今天把他暂放了,让他回来找密之那华桥头领 而他的老婆仍作为人质扣押,在监狱等他来数 说是要华桥头领单保取人,罚款赎金是2000美金 他说他们夫妻身上全部财产也不够2000美金 他旁边放了一碗饭菜,是餐馆老板送来给他吃的 他见我很关心他,又是祖国人,就问我能不能帮他 他什么都没跟我讲清楚,我怎么好帮他呢 我只能说可以给他录个视频,让他讲述一下事件经过 可以帮他呼吁一下,看国内同胞有没有什么办法 但他当晚没来找我,我估计他觉得自己这是不好意思曝光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第二天我在张会长家的咖啡店跟会长聊天时他来了 他哭求会长帮他想办法 会长面露男色和不悦,可以看出他找了他多次了 他走后,张会长告诉红哥,说他去的帕杆地区 是缅甸军政府严令禁止外国人去的限制地区 帕杆地区是克金军控制的地方,劳免管他们叫山兵 那里盛产缅甸著名的祖母绿域时 张会长说,那人已经找了曼德勒的总领事馆了 领事馆就提供了密支那华侨商会的侨领名字给了他 这就是他为什么找到他们的原因 张会长还说,也不知他们夫妻去那里的真实目的 带他们去的所谓朋友也不见了 另外我感觉乔领也不太愿意找劳免军政府办事 说军府很难打交道,自己的商会也只是一个民间组织 并不具备政府机构职能,所以无能为力 我联想到昨天在卫领塔那里查看上面碑文 没待两分钟,乔领就催我快走 说那里有个劳免警察怕他找麻烦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劳免军政府部门的人都很害怕 后来洪哥去了劳免的警察局了解 他们向洪哥出示了缅甸22个外国人严禁进入的边境管理区通知 征得他们同意后,洪哥把这个通知录了下来 下次发上来公国人了解,切勿擅自进入这些地方 洪哥历来告诫出国的同胞,要入境问俗,不要鲁莽行事 个别人认为洪哥大惊小怪,小题大做 而一旦你在国外出了事,那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上次还看到有个网友在非洲伊穆斯林国家 经常聊拨穆斯林妇女也被抓了 希望个别出生牛犊,去到那些民族禁忌比较多的国家 入境问俗,查阅了解相关禁忌习俗 不要大咧咧拿个自拍杆,到处一通乱拍 甚至还大喊大叫,大声张扬,希望引起当地人围观 尝尝自己这个老外,在当地人被人众星捧月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那种快感 大喊大叫,唯恐别人不知道她是老外 这种做法是极不可取的 特别出国的女孩子,在穆斯林国家要注意所在国的风俗习惯 所有在国外玩自拍的国人都要注意 希望国人都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在国外维护国家形象,注意个人安全 与国,与己都是十分必要的 这些常识是别人不愿意告诉你的 他们怕好心没得好报 红歌愿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希望理解红歌一片苦心